欠些座的朋友,恭喜恭喜,而这个月份,就是这个农历史一月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月份 关于什么呢?关于就是关于金钱,对,你们的银包可以变胖了,因为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钱 但是这个钱不是天上老天爷,老天爷忽然之间给你的钱,那你自己要多一点的努力 这个是陶罗讲的,那我再看一看那个现象,其实他有很多的证据,因为什么呢? 首先,水星还在你们自己的宫位,所以你们会有很多的消息 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一期的信约在射手座,是在你们的二宫 还有木星还在射手座,还在你们的二宫 但是他很快就会去摩羯座,去你们的三宫,他很快会走 但是你们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但是呢,就是在11月的24号,刚才就发生了那个金木河 就是金星和木星在射手座一起 就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energy 尤其是对我们香港人来讲,就是在整个政治氛围之下 我们有收到了很多的好的消息 那无论如何,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迹象 也是发生在你们的二宫,对吧? 金木河,但是现在金星已经走了,已经不在射手座 但是刚才发生的金木河,木星还在射手座 还有星月,日月河在你们的二宫射手座 那水星还在你们的自身攻卫,那所以会怎么样呢? 就是根据塔罗所讲的 原来你们会收到很多小道消息 你们会,就是,对啊,小道消息 那么呢,这些消息是跟金钱有关的 比如说,你们会收到一些tips 那我们要去买那个股票啊,或者是,呃,呃,我们应该去,呃,如何去赌博啊 就是,比如说一些赌博的机会 就是你们会收到很多一些小小的资料,OK? 小道消息 然后呢,塔罗说,如果你们真的认真的去研究的话 研究这些消息,你们真的去下苦工 不是听完就算了 如果你们真的是认真的去对待这些小道消息 然后去把它,呃,化虚无为真实的话 你们就是会把它变到一个真的钱 那比如说,啊,别人,就是,别人叫你们怎么去买股票 那如果你本来就没有买股票的话 那你听完就算了 那当然你不会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去听 还有去做一些research 去,呃,读多一点的报纸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们真的去买这个股票 那你们可以获利的那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在这里,呃,就祝福大家呢 尤其是,尤其是,如果这个小消息 这个小道消息,是你们在12月中 12月中就是大概15号吧,OK? 如果是在这,这一段的日子去收到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个消息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 是真的可以帮到你们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祝福各位天谢座 裁员滚滚